第一題 如附圖所示 一條導線的電流方向由A流向B 則導線上所受之磁力方向為何 那我們知道 這個題目的解決 要用所謂的右手開掌定則 右手開掌定則 大拇指代表的電流方向 並有四指代表的是磁場方向 手心代表的是磁力方向 題目告訴我們說 電流是從A流向B 所以是朝向我們的入子面的方向 而磁場方向 是在磁鐵的外面是從N級到S級 所以這個圖上面顯示它是要朝右 所以我們比出我們的右手開掌定則 應該像這樣子 好 大拇指指向裡面 並有四指指向右方 我們看到手心是向下 所以我們就知道 我們的磁力方向向下 所以我們答案要選B 我們所受的磁力方向為何 我們答案選B 向下 我們會有性能力的 我們在下方 請下方 我們請下方